來介紹一下這個是用AI協助寫的光譜儀的程式 因為之前我們光譜儀都是用ImageJ在用 然後前一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那個顏色都變成黑白的 就攝影機的顏色變成黑白不是彩色的 所以就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前幾天想到就想說可以用AI看看能不能做一個 結果應該是算是可以啦 所以連結在這邊 就是從Google Sites這邊進去 然後就這邊有個連結 連結這邊打開之後呢 看一下左邊這裡是 叫做解析度對不對 解析度就先用預設的就好 然後開啟攝影機 開啟之後這邊會有個權限 就允許它 那這邊有光譜儀在這邊 就已經架好了 調整一下 大概是這樣 反正就是有得到光譜 那操作的話呢 就是滑鼠把想要側的範圍放出來 下面就會有即時的光譜的跑出來 好 那麼 如果我來用一個紅色的濾鏡給它遮上去 它就會 跑出來 就是 上面變紅色 下面就是 左邊有比較高的這個光譜 跑出來 如果我用綠色 換成綠色 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OK 好 那這個之外呢 就是我把它遮住 把這個光譜遮住之後呢 我也可以暫停我的光譜 那這邊可以截取畫面 那它就會幫你把這個 光譜的顏色跟下面的那個光譜就記起來 好 如果還要再繼續的話 就這邊有個繼續 繼續光譜 我們點一下 好 換一個 好 假設這個原始的 就是沒有遮任何東西 來弄一下 好 暫停光譜 截取畫面 好 繼續 好 再放一個紅色的好了 紅色放上去 好 紅色放上去之後 好 紅色 放上去之後 這個 暫停光譜 然後一樣截取畫面 好 就可以重複做這些事情 就可以把數據 畫面抓下來 好 那也可以 這邊也可以下載 下載會有個CSV檔 那如果 下面的畫面要全部下載的話 就按一下 它就會幫你弄一個ZIP檔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用光譜是應該蠻可以用的 這個用光譜是應該蠻可以用的